您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在前面几天我做了一期节目 讲YPP达到标准以后 等待审查 有的人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 六个月八个月的我的看到 其中有种特殊的情况 他以为他在等待审查 其实审查已经停滞了 根本就没有在审查他这个频道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YPP待审 长时间没有结果的一种特殊情况 这个情况特殊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给你看这样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是当你的这个YPP达标的时候 在你的后台能看见这个四个步骤 前面三个都打勾打勾打勾 在第四个 然后他这样告诉你 频道正在审核中 为什么 因为你的订阅人数超过了一千 你的观看时长超过了四千个小时 注意四千个小时就是二十四万分钟 像这个频道 你看到他的订阅人数早就超过了一千个人 而他的观看的时长 你看二十四万两千多分钟 所以他是明显的已经达标的一个频道 但是这个频道一直在等待审查 好几个月都没有结果 这种达标之后长时间审查没有结果 我在前面那期节目讲过有多种的原因 往往是内容本身出了问题 他的原创度不够 他使用了别人的内容 所以呢 他要多个人员进行审查 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所以就一直会拖拖拖拖拖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个特殊情况 是他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 他这个内容他知道是有问题的 有很多人一种想法 是通过一些低质的内容 翻译的内容来凑这个观看时长和订阅人数 然后在达标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视频变成思想 或者是删掉一部分视频 尤其是当这个审查拖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 然后他就不断的在删视频 删视频 删视频 删到最后导致这个频道里头 干净的剩下的视频就不多了 但是你的频道后台又告诉你 达标达标 然后我们正在审核 那么你就产生一个错觉 我的频道还在审核当中 可能内容有点问题 然后你就一直在那等 那么我讲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 把他的有问题的视频 变成了思想 或者是删除了这些视频以后 导致他的总观看时长 已经少于4000个小时 但是由于在刚才那张截图里头 又显示是24万多分钟 好像达标了 不是 删掉视频 或者是把视频变成思想 那个观看时长和观看次数 会同步的删掉 他YouTube的问题是什么 你删掉那个视频以后 他的观看时长和观看次数 不会实时的在所有的界面里头 给你删除 他在这个截图里头 观看时长不进更新 不是实时的 他根本就不更新 这是他平台的一个bug 所以你以为你还在排队等候审查 其实他已经把你从那个 等待审查的那个队列里头 已经移除了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达到审核标准 你应该到后台的数据分析 这个页面里头 去看删掉视频以后 更新的总观看时长 你看我们这个群有的 他这个数据分析 这个页面里头 他现在的总观看时长 只有11.2万分钟 离24万分钟 还差得很远呢 所以他这个频道 在刚才那个截图里头 告诉他正在审核 其实从这个更新的数据来讲 这个频道已经不在 等待审核的队列当中了 因为他没有达到观看时长这个要求 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真的是不幸 很令人恼火 这是YouTube系统里头 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有重大的bug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没有及时的 把这样一个bug修复 在过去两个月 大概有三四个群友 是属于这种情况 跟我私信联系的 我相信这种人在我们群里头 还不在少数 因为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 使用别人的视频 来冲击这样一个观看时长 然后到达到审核标准的时候 再偷偷的把那几个有问题的视频删掉 希望这样子能够审核过关 殊不知YouTube正好有这样一个bug 让这些耍小聪明的人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亲亲性命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今天特别做这期节目 希望那些被审查卡了好长时间的这些人 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后台 看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卡在审核程序上 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 彻底的把你的频道清理一下 然后继续更新原创的视频 尽快的把你的观看时长 重新做到24万分钟以上 这样你就会自动的重新回到 被审查那个队列里头 说不定这一次很快就会通过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